《扶貧致富》在2011年4月至7月 舉行了一系列有關貧窮問題的研討會 RTV就這個議題 製作了一共8集的專輯 並請來來自國界界別的嘉賓 就這個問題進行深入討論 有興趣的朋友 請留意RTV的網上更新 這個星期還是同樣的要跟大家講的 就是這個廣東話和普通話裡面 指同樣的一個東西 可是這個說法或是名詞都不一樣的 好我們來看看這個星期 我們要講的有哪一些 那比如說這個就是 敏在廣東話裡面是指這個臉 可是廣東人很少講說是臨 比如說洗臉 塞敏他們早上都會說 又塞敏塞敏 但是在普通話裡面 我們會說是臉 臉就是廣東話用敏 那普通話呢 我們就說是臉 比如說洗臉的臉 好還有另外一個這個字呢 就是舌頭啦 舌頭呢在香港裡面都會用這個 比如說我經常跟朋友一起去吃東西啊 那他們最喜歡吃的就是那個牛舌頭 那很少人會說是 也有牛舌也有 但在普通話裡面我們都會說這是舌頭 舌頭很少說把這個舌頭叫成這個字 就是香港人才會用的就是 在普通話裡面呢我們叫舌頭 舌頭這個頭呢我們後面是念輕聲的 輕輕的不講舌頭 我們念舌頭舌頭輕聲的 好還有另外一個字也是這個香港人的廣東話和普通話不同的 那就是這個 掃急功這個大拇指 這個他們叫掃急功 掃急功 可是在普通話我們會說是大拇指 大拇指 他們不叫擺拇指都叫掃急功 好另外一個呢 這個也是跟人體有關的 那也有很大的分別 就是這個我們的收的這個肩膀 那香港人呢就會說是 舌頭 舌頭 這個人整個咬水啊 舌頭很旺 他的肩膀很寬 那我們不講 脖頭 普通話裡面我們說是 肩膀 肩膀 跟這個 兩個的分別相當的大 好還有什麼字是這個 廣東話和普通話的差別也很大的呢 我們再來看看有這個字這個 現在很流行啊很多人都會去 這個踩單車 踩單車就是cycling踩單車 他們說踩單車 可是在普通話裡面 我們不說單車 我們說的是 自行車 自行車 也有聽人家說是去踩腳踏車 但是在一般上我們會說是踩自行車 自行車 很少說會踩單車 不單車也有 但是比較少就是在廣東人裡面用的比較多 就是說單車會踩單車 可是我們會說是踩自行車 自行車 好另外一個字 另外一個字 這個跟每個人都有關系的 就是每逢月底到了 那就是會發什麼呢 就是出眼工 出眼工就是發薪水了 這個在普通話裡面有幾個不同的說法 可以說是工錢 工錢 可是廣東人不會說發工錢 他們說是出眼工 可是我們普通話可以說是工錢 工錢 另外一個說法是工資 工資 發工資了 出工資了 工資 另外還有一個說法是薪水 薪水 發薪了 出薪水了 這個薪水 這三個字都是這個跟廣東話有稍微一點分別的 好另外這個字 在香港的不論你是去菜市場買菜啊 或是乘乘計程車啊 很多人通常一般上都會把 不論你的年齡男女老少都會把 女士尊稱為 美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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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一個人都是美女 這個是大家一般上很親切的一種稱呼 也就是一般的叫法 就把女性稱為美女 美女 可是在普通話當然很少說是把大家叫成美女 不過也有比如說我們在台灣還是什麼地方 她就是不知道怎麼叫你 那可能就想問路 或是你點了東西呢 她們說美女 美女 請問你要上哪去啊 這是一般開玩笑的稱呼 這是在香港就叫 美女 那一般普通話裡面就說是美女 美女 好我們再來給大家看一遍 這個就是 是在面我們講臉 臉我們講臉 臉我們是講舌頭 舌頭 掃脊弓我們是講大拇指 大拇指 肩膀 我們是說肩膀 肩膀 肩膀 好這個 這個 裁單車 裁單車 我們說 自行車 自行車 出人工 我們說是 發工錢 發工資 或是 發薪水 美女 這個很重要 美女 去到內地 或是台灣講普通話 講國語 講華語的地方 我們就說 他們是 美女 美女 下個星期再見 我們隨地利用iPad、iPhone 或者其他手提電子裝置 觀看電子書內容 這個就是iRead